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各位同学 大家好 老師 李宗盛 老師 李宗盛 在這些課呢 我們要唱的是 身子 A子 身子 A子 在這堂課呢 老師等一下會為大家播放一部有關身子的影片 各位同學不要想歪 卡卡老師這麼帥氣 又正直的模樣 想提這一定是一堂 健康又有知識的生物課 來吧 讓我們繼續 看下去 你到底在哪裡啊 你在這職工裡找的好飢渴 你到底在哪裡啊 你到底在哪裡啊 在經過這一番艱苦的循循秘密之後 精子的意思也逐漸不清 動作也逐漸怪異 竟然找到了廁所去了 就在此時 突然發現了卵子 啊 還吃兩點 大哥都泡泡 不要太吃泡 同學 這就是 精子跟卵子結合的過程 這樣 有沒有問題 老師老師 我有一個問題要請教你 精子跟卵子在什麼地方結合的 這麼簡單 當然是 子宮內的舒軟管喔 喔 原來是這樣喔 真相只有一個 好 沒有問題的話 這堂課就先上到這裡 好 再見 下課 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 各位同學 上課了 老師好 好 你有沒有這杯道 貼在我的手 呼吸道的空氣 是靠水 得來的 老師 你講的這些 不都是廢話嗎 啊 不就是植物了嗎 好 丁丁啊 這的確是個廢話 但是 老師我 想要說的是 在這各式各樣的植物裡 你到底認得哪幾種 這個嗎 好像是 我真是丁丁啊 因為這個一刻呢 老師打算要你去參觀這個校園裡面 看看這星星的校園裡面 到底有什麼植物 只跟女生看出來 我以為是六歲的校園 好 現在自己先刷 然後到教園裡面去觀察植物 前面那棵樹是什麼種類啊 這棵樹啊 我跟他聽那個科學不會說過 等一下 讓我想一下 噢 發植樹啦 發植樹 是香蕉的一種嗎 能吃嗎 啊乖 看看吧 做得更好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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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噢 噢 幹活要摔一點 噢 芭蕉 又稱為芭蕉 知膚以來呢 就是猴子最喜歡的食物了 具通中醫而言 還有通便論才的功效呢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